自古以來 靈媒 比比皆時 靈異事件 塵出不窮 極具創意 HK026 帶你進入 神秘的科學靈域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我們今集的靈異樂第三十七集 在我旁邊就是 大家如果有看上一集都知道 我今天有請了我朋友來 就是Jocelyn 她是在拍賣行裡做的事 上一集跟我們分享了拍賣行裡的經歷 還有她自己在馬寶 她已經說了一段階名 一些靈異的故事 什麼她爺爺的家庭名 我知道你經常到處遊 待會做女遊節目適合你 這次你會跟大家分享一些你在歐洲所發生的靈異經歷 你可不可以找一個你認為很恐怖的 我認為很恐怖 那時候我在Scotland 在Dundee一個小城市 Dundee Saint Andrew 是在外丁堡的旁邊 也是在外丁堡的旁邊 我住的宿舍和雪級市場有一段路 大概是三十分鐘的踩單車的一個路程 你挺喜歡踩單車的 挺環保的 那邊沒有辦法 那邊沒有巴士 巴士可能等於一個小時 那你常常的姿態 是的 又是冬天 冬天有時 通常就是天黑得快一點 是的 差不多冬天 十二打後 四點鐘之後就天黑了 是的 我經常會通過一個教堂 教堂 不知道為什麼那間教堂 很多的墓碑 其實有很多的 如果你看回英國 很多人有些 譬如說家裡 城市當然不行 但譬如在一些郊區的 宿屋 或者一些 small town 其實他們家裡 自己的私人家裡 都是有grave的 即是他們有那些 放很多墳墓 或是一塊塊 即是坐在那裡 有些小房子 自己的墳墓 自己的小花園 在那些花園 他們把自己的祖先 都撒一些骨灰 或者直接撞在那裡 是 當時那個教堂 是我經常踩單車的右手邊 但我有時覺得 我是很不舒服 感覺上我是很不舒服 因為你知道那裡是墳墻 所以不是很喜歡 而且那邊有很多樹 是種到很亂 因為它沒有人修理 沒有人修理 而且有些烏鴉 即是有些 black bird 其實冬天是很恐怖的 我通常都會避開右手邊 我寧願左手邊 我可能踩多一點的彎路 我都是踩左手邊 但有時我買完 在超市買完食物回來 我有時天黑 我已經忘了這一邊 那有一次就是 那踩過去 踩到隔壁 踩到隔壁之後 當晚我就發夢 發夢 我的背部 被人很重地打了一下 打了一下 但有沒有像坊間所流傳外 翌日 扯回後面 然後就黑黑黑黑白 沒有沒有沒有 那種感覺是被人重擊了一下 打了一下 打了一下 很大力 好像有個鎚 那你覺得痛了 痛 你會 是否有些東西掉下來 你不知道 你睡覺 應該不是掉下來 掉下來我們應該有傷痕 是嗎 是 你當時是佛那晚睡覺 是嗎 對 我想是有一點點撞鬼 撞鬼 小朋友 Punishment 對 這是我其中一個比較恐怖的經歷 我覺得尤其在 從此以後不敢轉到左邊那邊 對 從此以後就是找了第二條路去踩 鬥 我覺得你覺得歐洲 其實一到冬天晚上是很長的 人是很容易瘋狂的 歐洲 其實是真的 真的 還有有些地方是根本上 如果你再去一些最極端的那些 就差不多有些地方是 譬如說 有三四個月是長期黑黑黑的 因為其實很多心理學家都研究過 每個人是一定需要有這個陽光 如果沒有陽光 就好像聖經所說 他都說要我們一天起床 晚上就睡覺 其實這才是正常的一個生活 如果你想想 你說得對 如果長期黑黑黑的話 很簡單 你冬天每個人都不願起床 第二件事就是 一到天黑 正常來說 辦公室的人 正常來說 我知道這些reception 就是快快出來 第一件事就是下班 就是下班 立刻想的就是下班 還有 你看看歐洲有一樣 就是外出外 除了餐廳之外 餐廳是很快打仰的 很想快點吃東西 快點走 再加上 就是 下餐廳吃東西都是貴的 都是貴的 我那年多 我二十多年前那時候都是貴的 現在我覺得他們都是貴的 所以很多時候 人們都很著重Feminine 自己 ownFeminine 尤其是在Norway 或者其他地方 很多時候都是在家裡 自己做的食物 那你出去 外面真的沒什麼 不過現在這幾年 英國就會好一點 因為多了很多夜生活 那些Casino 很多很多 你知道嗎 很多東西的 酒吧不會讓你開得夜 就怕你喝醉酒 大家會開片 所以變了就是 英國晚上都真的幾 尤其是Moon Striking 那些 應該這樣說 是的 英國那個晚上酒吧 我試過在城市 例如Oxford那邊 那些男生一喝醉酒 就脫褲了 我也見過 我見過很多 我見過很多 為什麼這麼多屁股出現 我見過 我見過有時候 日後也是 我試過駕駕駕駛車 在Motorway 在英國 我那時候駕駛去哪裡 我駕駛在York 我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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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很漂亮 還有那種很放鬆的 很有那種 Vinsor Castle 那種感覺 中世紀 我覺得是很漂亮 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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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想先休息一下 然後我看到他們是脫了一條褲子 就好像早十幾年前 跑的國際馬拉賽 男同女都是在Keyna那些 他們的女士都是 因為他們很急 因為他們喝很多水 跑馬拉松 因為他們有獎金 他們都會急起來 脫了一條褲子 就這樣在地上 就地進行 所以不只是日本師匯 這是我比較難忘的 因為他們脫了一條褲子 酒醉都三分成 他看到有女生 他就會脫了褲子 有女生就脫了褲子 但是他不是脫前面 他會給後面你看 給月亮 月光光給你看 那時候都是被嚇到 有時候都是一大群人去玩 我記得我小時候在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很浪漫 意大利的男士 也很Romantic 他們一看到漂亮的女生 一跳舞 就大件事了 你知道他們會做什麼 不知道 撕別人的屁股 哦 哦 對 那就是特性非禮 這個是不是common assault 或者 indecent assault 這個就是一個legal issue 原來是象徵什麼呢 就說你很漂亮 哦 但是我猜他一定修改了法例 如果你入了EU的話 那些醫師法已經不同了 那如果是美女的話 那個屁股就被人撕到都瘋了 瘋了 那還有沒有其他經歷 其他經歷 其他經歷 我覺得York 如果去旅行的話 York真的很值得去 值得去 值得去 那邊其實也有很多教堂 其實很多教堂 我記得我自己曾經 有 其實大家如果 我都曾經有跟HK026的觀眾 有分享過的 那我曾經就是以前在英國 住了一間 一個 以前那些住 semi-attached house 是不是 一排港 有點黏著 那他們通常 那些 英國你知道那些 structure 很特別的 那些 architecture 是不會好像香港的樓 那樣 上面也是洗手間 下面那個也是洗手間 下面也是洗手間 上面是廚房 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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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性 除非你拔爛了主場 然後重新再製造過 他們那些是很奇怪的 這裡是睡房 上面是廁所 然後就好像 如果那麼風水的角度 其實是很沒什麼 你躺在樓上去洗廁所 那樓下都在睡覺 你還聽到他的聲音 還有他有些 他即使說 那間一間屋 其實都超過一百年 是的 其實那些 有些總是寫完那些年份 我覺得好像有點像 元朗那些新界那些 寫完那些年號 多少 多少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我住這間屋 是教堂的前身 那那個業主就一開二 然後再租給你們 因為那時候我還有學生 那很多時候 我也覺得 逢一些教堂 雖然他很神聖 但是如果 當他沒有人去那時候 荒廢了教堂 一段很長的時間 總是陰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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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陰 陰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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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些感冒 它們適應了就OK 還有賭場工作的人都不是普通人 一般人是可以做到的 他們的八字都是有些人是特別可以 大殺氣的 是啊 不是一般人可以這樣定得上的 因為你想想 你有時候進到賭場 你坐一會兒會覺得身體不舒服 因為那些空氣 空氣那些又不一般 還有你進去裡面 你有沒有進過Casino 我真的不知道 我是進過Casino 還有他們擺的陣 其實我有感覺 你又有感覺 你說的在哪裡 其實我是不知道 澳門的某大酒店 那我知道了 是不是探製過哪裡 新的賭場 應該不是探製 應該是市中心的 我初初不知道裡面有擺陣 每個賭場都擺陣 但是因為我的身體比較敏感體質 我一進到賭場 我覺得整個人是 有一個draw down的感覺 整個人會down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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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那時候就好奇 因為玩手機 手機裡面不是有一些Compass 就是那個字眼針 我就看到那些字眼針亂吹 我當時也不知道的 後來我是回到香港 讀那些什麼東周刊 一周刊 我才知道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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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揪到那些雜誌 不要揪到那些雜誌 讀那些雜誌 我才知道 原來賭場裡面設定的風水是很多的 對 很多 很多 你想想一件事 其實 賭場本身的那個壞言率 那個system已經是贏了你了 基本上都是 我講的贏環界不是100% 它的percentage已經很高了 再加上它還要令到一些 它會做一些東西令到你是不舒服的 不過現在新的賭場 盡量有些賭場也會令到很homey的 你有沒有發覺進去 它將你糟糕長一點 是的 但是怎樣也好 新的就不會像以前舊的那些 整隻不知什麼 其實最完美的風水就是看不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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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柔和的 但是做了你就不知道 但是你進去整個 mood 你的情緒也會很開心 還有我很不喜歡一件事 就是賭場有一些是放那些 那些叫香薰 而那些香薰就是你聞一下聞一下 好像是迷煙一樣 曾經有 Kip不是踢爆那些什麼 很多時候有些人說什麼油地獄 你就知道 油地獄那些很多時候他們點的香 其實都有些迷煙來的 一些迷香 一點下去 其實已經令到你產生一些幻覺 你聞一下聞一下就很軟軟的 就是這樣 是 好 那我們今天才分享到這裏 這裏 下一次我們還有一些 再有這樣的機會 我們又看看有沒有什麼 在古董行 有些什麼 有些故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多謝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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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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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牛號